腾讯体育10月1日训据The Athletic 报道 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吉米巴特勒和他的团队对森林郎处理他的交易 请求的态度越来越失望 并严重质疑森林郎上下是否真的在试图达成交易 NBA季前赛珍黄首秀九分朗多十一助攻虎人十七分惨败 决金巴特勒在前端时间和森林郎篮球运营总裁兼主教练 汤姆希伯度进行了会面之后 向森林郎提出了交易请求 然而至今巴特勒仍然在森林郎 而且没有接近达成的交易 巴特勒的闹剧是颇为有趣的 当他提出交易请求的时候 希伯度不想交易他 但后来森林郎老板格伦泰勒施压 要求希伯度尽快把巴特勒交易出去 并跟卡尔安东尼唐斯签下了续约合同 要知道巴特勒和唐斯是有矛盾的 之前唐斯曾表示在森林郎解决巴特勒的问题之前 他是不会同意续约的 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表明 巴特勒会在新赛季开始之前离开森林郎 可是现在几千算已经开打了 森林郎还没有找到交易下家 这似乎让巴特勒变得烦躁起来了 这联盟消息人士透露 巴特勒和他的团队 对森林郎处理他的交易请求的态度 越来越失望 并严重质疑森林郎 从老板泰勒到下面 是否真的在试图达成交易 在整个NBA 有超过一半的球队对巴特勒 表达出了不同的兴趣 可是为什么森林郎依然没有 找到交易下家 原因是森林郎的要价太高了 这导致又一巴特勒的球队与森林郎之间的谈判 在很多时候都是图劳 据媒体报道 森林郎希望在巴特勒的交易中 得到高质量的老价 顶尖的年轻球员 多个未来选秀权 而且还想释放出心经空间 在巴特勒阵营看来 森林郎的要价完全就是彻头彻尾的妄想 消息人士表示 在巴特勒和希伯都进行了会面之后 他们对自己在会面时所讲的内容的记忆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巴特勒倦意在真相可能会伤害 他的时候仍然敢说真话 他相信自己已经听出 的表明自己想要离开 但希伯都的故事是出了名的 他发誓自己不这么认为 并继续希望将局能够得到纠正 不管怎样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巴特勒和公牛的将局还会持续下去 至少火箭目前似乎已经退出了争夺战 任何时候只要有机会得到能够帮助我们球队的球员 我的工作就是去探索得到他的可能性 火箭总经理达里尔莫雷说 但是我想说我喜欢我们这支球队 我们非常专注于我们所拥有的阵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